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這個移民的節目 又是我林道 亦又是Sally坐在我們旁邊 為甚麼呢 因為自從上一集Sally說了 關於日本移民的資訊之後 有很多觀眾已經訊息問我們 PM留言 所以我自從大家預告了 會再邀請Sally來 再問多些關於日本移民 因為我想不是單止觀眾 我自己也有很多東西問 Sally 移民日本 你知有很多主要的城市 例如東京、大阪等 大家都認識的 但是否一定要移民這些地方 不是的 是全個國家任何一個地方 譬如我喜歡北海道 或者我喜歡沖繩 都可以的 沒問題的 你是住一個城市也可以 即是你移民一個城市 到地就可以去任何地方 是可以 譬如我小時候是在大阪 但我發現我好像更加喜歡沖繩島 你是可以轉地方的 只要是日本、國內 就任何地方就可以了 那有沒有說哪一個城市 除了大城市之外 香港人或人移民 都會喜歡選擇去的 如果是以一個經營管理 簽證進去的話 通常都會選擇大城市 東京、大阪等 這些地方就是首選 因為經商的環境比較好 我也是 真的不知道 要做得到經商才能做到簽證 有沒有辦法 你要做這些 除了你說做生意 其實很多人都會去想 特別是我們這些父母 可能自己父母也未必想移民 但你有下一代就會想移民 日本其實也是一個挺響往的地方 對於教育來說 因為你看見電視、電影 日本的那些 小朋友是很自律的 只會擦地 又不用家長照顧 很厲害 其實這件事是否很大的優勢 令人去日本 我想也是其中一件事 你看到香港的小朋友 都很辛苦 他們的工作就是要讀好書 做很多功課 一歲就要上聖誕組 是的 真的看到有時候 都覺得很… 我替小朋友辛苦 因為都不知道什麼事 就已經開始要很大的競爭 日本 他們在中學之前 都不希望給小朋友那麼多壓力 是希望他們喜歡上學 所以上學是很開心的 第一,他們很注重體育 而且很注重不僅是書本上 或者是黑板上的教育 老師經常帶小朋友出去外面 一些… 感受大致 是的 所以很厲害的 這些小朋友 可以低著花、對著草 告訴我這個是什麼花、什麼草 我經常讓他們考慮 而且他們都很懂得照顧很多事情 而且香港競爭很大 小朋友是考試… 沒辦法 就算是讀幼稚園 也跟著又去補習 或者做工我做得很厲害 就沒有了小朋友應有的天真 以前我不太覺得這件事 自從做好別人的父母之後 就開始想這件事 我女兒也是… 好像在香港的制度那麼辛苦 今天聽完Sally說 我也要想想 是不是要移民日本 你知道香港人很嚮往日本 但是… 我們能去一個地方移民 很多國家都是這樣的 或者移民可能淵門很簡單 但是去到的時候 你知道國民有國民福利 香港人也是 你外國人和香港人 你入急証室 都已經給予不同的價錢 是… 日本是否都在面對這個情況 日本就是這樣的 其實很公平的 只要你持有三個月以上的 維持居留權的人 包括我這個移民管理簽證 移民管理簽證 最少都會給一年 或者學生簽證也是一年 它已經是跟日本人相同的福利 是的 所有醫療、教育 所有福利都是一樣的 當然有權利有義務 他們有國民保險 健康保險 你一定是要參加 你就可以看醫生 香港如果是70歲以下的 你也是給三成左右 譬如1000日圓 你也是給300日圓 哇 是很好的 真是這個 最簡單我說 這次疫情 疫情 日本全民每人派10萬日圓 那有些人就說 7千元左右 7千元左右 那香港有些人就說 我們派1萬 你們7千這麼少 但是你要想 日本的人口這麼多 是全民 包括嬰兒也有 還要不僅 只要你有三個月以上的証券 你就已經可以去拿 一個外國人也可以去拿 例如學生 或者經營 工作簽證 簽證這些 才可以拿到這個証券 可以居留一年的居留 就已經可以去拿 那其實只要你簽了証券 買到國民保險 就已經可以享有福利 是的 你也知道日本醫療多好 日本醫療水平很高 是的 基本上教育 醫療 都沒有什麼問題 也有保障 最重要是這些 好的 但是移民 即移居一個地方 其實也要有門檻 除了剛才說錢 也不是門檻 聽完之後 除了這個門檻之外 其實居留也要有門檻 因為你要做生意 你一定要幫忙管理 你要去管理這間公司 日本政府就覺得 你最低限度 一年要住一半 一半 365日的一半 就是183天 一半以上的話 所以每年都要住183天 但是可以進行出出 不是說我一定183天在這裡 然後182天就在別的地方 不是這樣 是你可以每個月都飛來飛去 都可以的 自由出入 我兩個禮拜香港 兩個禮拜日本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這件事是很適合很多香港人 反正都是回鄉下的 經常都 做一下工作 打理一間公司的商店 幾天玩一下 他回香港 這件事還可以 門檻又低 又有福利 又教育又好 又不用坐移民 這樣留在這裡 我覺得住日本 真是一個很好選擇 對不起各位觀眾 我真的覺得日本挺好 我馬上覺得這件事 還有沒有什麼 其實如果真的移民 還有沒有什麼 我們這些觀眾 都需要注意一下他們 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說 你坦白地說 我自己覺得 是用什麼心態 打轉去日本 因為日本人很注重 那個叫做 剛才我所說 自律 誠信 如果你自己覺得 你知道香港人 很習慣自由無博觸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我那些垃圾要怎樣 我那些垃圾要怎樣 我那些怎樣 這件事 大家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就是在日本生活 可能你 對有些香港人來說 是一種叫薄促的 守這麼多規矩 但他們是一個比較 每樣都講規矩的地方 如果覺得 沒有問題 我都可以 不是一個大件事 我覺得日本是一個 很值得移居的地方 好的 其實去到一個地方 重新出發 重新生活 其實都要適應 那個地方 那個國家的文化和規則 相信大家 只要移得文 都已經有 這個心理準備了 是 好了 我非常感謝Sally 出席我們這個訪問 因為我今天 都收到很多 很有用的資訊 我都要自己去計劃一下 是否也要在日本 搞一個簽證才行 真是很棒 這件事 多謝同樣地 各位觀眾 如果有些甚麼問題 都可以在我們這個影片 這個帖子上留言 或者在網上問我們 亦都可以問Sally Sally Sally又跟各位觀眾說再見 好的 再見